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2018年敌选站在即,前柯文哲竞选团队幕僚刘坤李十八日晚间在脸书发文,爆料2014年担任柯文哲监票部队的执行常识,曾为14名公读生争取薪水与老健保,跟科办长官邱玉凯反应多次却得不到回应,甚至在选举结束后,14名公读生也没在遣散费的名单中, 痛逼柯文哲剥削基层劳工,更直呼我这辈子,不会再帮这个人助选了,改变成真。 笑话异常,刘坤李表示,他在2014年担任柯文哲竞选团队监票部队的执行常,在竞选期间挑选了14名公读生, 但当年科办长官邱玉凯却以供替时间为由,将公读生全部改为月薪33K的责任制的正职人员。 邱说,如果照实心计算,这些公读生实领薪水都会超过33000元,科并没钱。 希望大家提亮配合,刘坤李说,2014年11月29日,科文哲以85万多票当选台北市长后,获得国库2500多万的补助款。 当时科批面对电视宣布,所有员工加发一个月薪水当遣散费,但我手下这14个公读生,竟然没有在遣散费的名单中。 他说,为了争取公读生权益,便写了公文争取一个月33000元的遣散费,找了当时的长官许长仁签名,但许不想得罪科批,不愿在公文上签名。 于是他就去招总干事姚立明签名,我跟姚老师说,从党外到民进党,我还叫助选20多年,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欺负小朋友的事。 刘坤李感叹地说,没想到这种剥削基层劳工的事情,居然会发生在科身上,我实在无法接受。 事后他拿住姚立明,许长仁签名的公文网上送至柯文哲,没想到柯批又派秋来跟我说,这14个公读生要一个月的遣散费可以,但要不领薪水当义工,继续帮忙到12月15日。 最后双方一遣散费一个月,15天的工资,一个人16500元,没休假,没有劳健保达成协议。 刘坤李并透露,他曾辗转听到柯到处对别人说,刘坤李这个人很过分。 选举结束了还让我害我多花了200多万元。 他表示,不知道柯批讲的200多万元是怎么算的,但这已经不重要了,这时的我告诉自己,我这辈子,不会再帮这个人助选了,该变成真。 笑话一场。